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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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0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是我们的庄严承诺 一诺千金 国际经验表明 当一国贫困人口数 占总人口的10亿下时 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 2012年 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甚至连找到都很困难 每一次的这个扶贫的计划都会留下一批人 扶贫不留国底 难度很大 十八栋村 曾是中国千万贫困村的一个所影 这里山高路远 世代贫困 近处村子只有一条很窄的沙土路 吃了都靠近 没有钱 吃了什么病 都靠挨着 2013年11月 鸟座大妈石帕专家里 迎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 去年来我今天没见识 当时经浪 我业绩都不得了 你得了 人民的勤务员 我认识大家 我那边都那么那么 在乎活动呗 当年当时去到十八栋村 一下车走着那个路啊 就是凹凸铺皮 牛粪啊 还有淋巴啊 就是一塌糊涂 就让我想 就是这样的村到底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忧虑 八年来 习近平踏遍了中国最贫困地区 所以在习近平的14年 也被习近平的参加了 进入城市区域 特别是那种影响的 这种影响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年间 他一个也不曾忘记自己的承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宣告消除绝对贫困 习近平最看重的不单是数据 更是贫困群众的切身感受 我在各地都看到广大脱贫群众露出了真诚笑脸 这是对脱贫空间的最大肯定 摆脱贫困 发展经济的同时 中国生态环境的突出难题也极待解决 我从而来长江面长大 那时候的那个雨也多 水也轻 后来那个非法不老 后来一些瓦砂财势 那个温水排放很严重 我作为一个渔民都打不到雨 长江病而且病得不轻 对于长江生态 习近平心中充满忧虑 治好长江病已刻不容缓 会上好多省委书记 带着一大后备的项目单子 准备是在大概一场 却怎么想到总书记 在重新座档会上 将了这个战略取向以后 地方领导同时 就感觉被泼了一盆长江水 首先定个规矩 就是要搞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尽管经济发展任务 给决策者的压力非常大 但长江连着千家万户 对于长江环境问题 习近平有着自欺的思考 五年来 他每隔两年 自上游沿江而下 开展专项调研 做出连续部署 2021年1月1日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十年禁雨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全面启动 这么广的区域范围内 实行这么长的时间的禁雨 是没有的 二十多万余民西角上岸 中央和地方 就拿出了将近三百亿的资金 既要做那些立冈建影的工作 也要做那些 为后人做铺垫的 把基础 回望2020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是对一个国家应对能力的考验 我妻子感染了 我的分管院长也感染了 大家非常害怕 到底是经济在第一位 还是人的生命和健康 安全是第一位的 在疫情严重阶段 习近平日夜牵挂 他也不能配 但在统统的领导职业 任何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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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果断关闭 离汉离恶通道 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可以活得出来 2020年3月10日 他来到武汉 和武汉人民共度难关 人民共度难关 川普總統 直到那時候 直到那時候 他告訴我 他的動作是中國民族的 面對每一次艱難抉擇 習近平始終迎難而上 這也源於他幾十年前的一個樸素心願 從那個時候我就說 今後如果有條件有機會 我要從政府 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 為了這個心願 他素心眼眉 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百年大大 初心如盤 習近平步履不停 信念始終如一 始終同人民 想在一起 幹在一起 風雨同舟 同甘共苦 繼續為實現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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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令人 無法令人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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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令人 不懈努力 不懈努力